我一個學子最大的報復 就是找到一個君王 陳之 輔之 好十五年寫劇本 軍事聯盟排除魏國軍師司馬懿 傳奇一生上映不到一年 點擊率超過十億 成功在兩岸掀起中國風 除了錄劇收拾 紅不讓一黨接一黨的宣秀節目 為年輕人創造新舞台 同樣席捐兩岸 台灣民眾從哈韓哈日 專區接受大陸流行文化 再加上電商平台崛起 拉近兩岸距離 如實反映在數字上 輕率人士民調最新數據出爐 民眾對大陸的印象收度 正面多於反感 覺得大陸非常好的有8% 還算好的有40.8% 兩者相加高達48.8% 高過負面的43.9% 從前是一個兩個一個兩個 那今年這個上升的速度很快 在國外發展不錯 待遇很好 你要他們回來 我看真的是很困難 逢山開路 玉水搭橋 大陸基礎建設五年 肥俗發展 全世界遊牧共睹 好感排行榜國家 排名大躍進 第一名是剛舉辦 全景會的新加坡 再來是日本 加拿大 大陸來到第八名 之前去上海那邊的話 就覺得那邊的話算蠻 發展蠻好 他們速度比較快 對對對 所以就是上面說的 就趕快做 內鬥比較多 因為在大陸崛起 軟硬實力兼具 再加上會台31項政策發酵 台灣民眾認同度提升 蔡政府卻還在賭氣 違背民意 記者李孟昌問文宣 台北報導